女人 公主似乎有心事 十全公子 你见多识广 您可知道哪里有卖七伤伞的 七伤伞 那是我们冬鱼特有的药粉 治疗外伤特别管用 公主 是哪里受伤了吗 呃 不是我 是我一个朋友 如果是冬鱼特有的 那恐怕要在西市才能卖到 西市 姐姐 那个傻王子又来了 就说我病了 今日不见客 不见吗 反正我们也没有新的指令下来 逗他玩 还挺有趣的 账本都拿到了 难道还要陪他练武 苏念 你们的武器挑的怎么样了 他已经来了 苏念 你的武器挑的如何了 接下来 我来教训你如何使用武器 不必了 看来这是挑掉 趁熟的武器了 快让我看看你挑的是哪个 我的意思是 我不学武了 不学了 这是为何 星衣公子 小女子实在没有练武的天赋 况且你我二人 只是相识数日 就不劳费心了 没有练武的天赋 我们可以后天努力啊 你不要为此忧心 我来教你 星衣公子 我累了 慢走 我送 苏念 不是 苏念 你们吃一口 呢 就雷魚 这人都在乔 男女 一监 就雷魚 是 有懂呢 可是我 那我 就是 不等了 必须要在天黑前出发才行 东西收拾得如何了 都快收拾完了 王爷 您果然是料事如神 陛下还真派您前往柳州 协助赈灾之事 把阿月送的伤药各不带上 那瓶药效不强 想必带着也是无用 还是把鹿夷郡主 送给您的那瓶 李南神药带上吧 就带阿月送的那瓶 好 这里就是西市了 大盘鸡羊肉翅了 这里看起来有些冷清哦 你确定有气伤伞 大盘鸡羊肉翅了 香喷喷惹人爱 公司想要买什么 尽管挑选 这里都是东鱼的良药 可有东鱼治疗外山的良药 欺商撒 自然有的 无量银子一瓶 先付钱再出货 铜锁无欺 这是西市的规矩 这西市的规矩 还挺奇怪的 晴晴 大盘鸡羊肉翅了 是这个 还挺喜欢的 对好了 天边 细说着心事 千绝 剪不断人情丝缠绵 就让爱恋心照不宣 细说着心情丝缠绵 我给你买了我们东夷特有的七双伞 王妃 您回来了 你们王爷呢 王爷 他去柳州了 我说到城里 我来说我来說 我来说 我都剪刀 我来说 我 לך 王妃 王妃 王爷走时特意交代了 说让我一切都听您的 所以王妃有什么事情 就尽管吩咐 王妃 您要是有什么想吃的 想喝的 想玩的 想用的 就尽管和我说 也不用客气 不用拘束 好 记一下喽 王妃 您若是有什么想法 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大伙都留点神